专害色上映的男子摊开手中提款卡 在提款机前领出一叠又一叠千元大钞 放在提款机上 一旁有人还嬉笑录影说他是车手 镜头还特写警方巡逻点 这画面实在太挑衅 离谱的是两人还把影片PO到社群网站 警方马上过滤监视器画面追查 发现两名男子开车到超商领前 以车追人终于逮到疑似领前车手 但发现竟是恶作剧 原来领前的24岁中心男子是夜市摊伤 19号晚上到超商提领货款50万 当时朋友随手拍影片恶稿上传 车路时竟说是车手在提领款项 确认身份之后 外同钟明王姓等两位民众道案说明 有人需要开过头 而且不是什么 男子事后表示自己跟朋友玩笑开过头 但在网络散布不实讯息 两人行径已触犯社会视讯维护法 可处三万以下拔还 这回想恶搞拼流量 没有想到却害惨自己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